习近平此次出访沙特将影响中东未来的命运 近日 据外媒透露 习近平正计划访问沙特阿拉伯 现在 沙特在石油 无人国防和数字金融方面都和中共绑在一起 习近平此次出访沙特 必将对世界造成重大影响 在11月9日大直播中 郭先生透露 在过去的两年里 中共已将沙特一大半的国防系统 换成了共产党的国防系统 沙特也像伊朗一样 组建了中共国的无人机生产线 以生产无人机 沙特现在拥有的导弹是过去20年的总和 而且这些世界上最危险的导弹系统 全部来自中共国 另外 沙特还拥有重要的水下无人潜艇和自杀式水下无人船 现在 沙特一天生产600万桶原油 其中只有50万桶卖给美国 而沙特从2014年开始 从过去每天卖50万桶 现已增加到220万桶卖给中共国 另外 沙特拥有的最新的 现代化数字金融系统 也和中共的数字人民币捆绑在一起 虽然从石油产量 领土面积上看 沙特是中东地区的领头羊 但是沙特选择和共产党绑在一起 随着共产党的灭亡 沙特这个国家也终将会消失 在中东 未来开放后的伊朗和现在正在成长的阿联酋 都会成为本地区的世界强国 所以 这次习近平访问沙特的一身远 也为这次访问几乎决定了中东的未来 但是 对于南美 非洲等国家 这是个灾难 对于沙特 他必须要做出选择 最终是跟美国 还是跟中共 如果中共此次拿下沙特 东非 北非都将会被中共拿下